我們這集來講一下什麼叫做被別人標籤 或者是怎麼去標籤別人 譬如說我現在隨便點開一張我的照片 好這張照片這邊都有人臉對不對 然後這張照片的人臉他就會去找到 如果是你的好友 你的臉書的好友的話 臉書朋友的話 那他這邊譬如說我臉書朋友有個貝羅方 然後我就按4 好那貝羅方就被我標住了 這個就是標籤 然後你看這個右邊就有標籤 跑出這個人有沒有 那這個人的塗鴉牆呢 我點過去這個人 這個人塗鴉牆呢 如果他用預設的方式 並沒有去那個 拒絕被我標籤的話 然後他的 我的那張照片就出現在他的塗鴉牆 就像這樣出現在他的塗鴉牆 好那因為他已經有設定 審核這個標籤 所以呢 我剛標籤了他 他這邊並不會出現 所以如果說你不希望別人標籤你的話 你就要去做那個相關的設定 你至少要設定審核 你一定要按審核過之後 照片才會出現在你自己的塗鴉牆 你如果不去設定審核的話 那別人隨便標籤你的話 有一大堆廣告 會出現在你自己的臉書塗鴉牆 好這樣就會非常討厭很困擾 所以你要怎麼去做設定 你要在這邊按下拉 然後這裡按設定 你要到這邊按動態時報與標籤 那誰可以在我的動態時報新增貼文 通常我這只限本人 只限本人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在我自己的塗鴉牆貼文的 貼文的權限只有我自己可以做 別人不可以來我這邊貼 這個一定要做 我這一定要做 否則被別人貼很討厭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在朋友 將你標註在內的貼文 顯示在你的動態時報之前 先加以審核 記得開啟 點編輯之後就是在這邊 要啟用 這樣子呢 別人標籤你的話 就不會直接跑出來 他不會直接跑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預防別人去標籤你 然後跑出來在你的塗鴉牆的方法 因為有很多廣告 就是故意去標籤你 可是那裡面根本沒有你 那張照片裡面根本就不是你 還要故意 故意把你標籤起來 所以標籤的英文叫TAG就是TAG 所以我們要去做這兩個動作 一個就是記得 誰可以在你自己的動態時報發布文章 只有你自己 設定層只有你自己 這邊按編輯 就可以去設定 直線本人 第二個就是 這一個記得 編輯按開啟 按啟用 OK 好 這個就是 防止被別人標籤的方法 那當然 標籤別人 也是一種很好的行銷方式啦 譬如說 我剛剛講的 再舉剛剛這張例子來講 假設 這是一張大合照 裡面有 10個人 20個人好了 那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去把他做標籤 標注他的名字 可是因為那些合照啊 是真的是他本人 所以你標注他 他也不會討厭 所以 他就是一個很棒的行銷效果 假設這邊20個人 你通通通通把他標注了 而且呢 他們也何可讓你標注他 讓那張照片出現在他的塗鴉牆 他個人的動態上面的話 那你看20個人 都會曝光這張照片 那張照片呢 是你自己登上去的 而且你在新增照片說明的時候呢 講的是這張照片的一些事情 有關係的 但是裡面其實是一些置入性廣告文 那這張照片又同時 暴露在20個人的動態 塗鴉牆上面 那這樣是不是達到宣傳的效果 對不對 當然 如果你這個廣告文寫得很爛 讓人家一看就看出來 你這個根本就利用我在做廣告嘛 利用我在幫你曝光嘛 那 那這樣就很不好 給人家的觀感很不好 其實我們最討厭的就是 你今天 人家不是不喜歡廣告 而是你這個廣告做的讓人家討厭 譬如說你在賣東西 可是 你又利用我來幫你賣東西 哎呦 我又不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那種廣告就很不好 所以這個標籤別人要很小心 要特別小心 當然他是一種很好的行銷方式 可是因為被濫用 有很多廣告商啊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加你為好友嘛 你也不知道你就加他為好友 你也沒有去審核 一般 像一般人來加我好友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審核他 我看他到底是誰 然後看一下他 看一下對方的那個資料 動態資料裡面到底 他留的東西到底有沒有跟別人互動 是不是真的賬號 那我才會允許他加我好友 可是現在因為我現在好友已經四千多了 我已經不再加別人好友 就是他們來加我 我也不會加他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他加我為好友的話 他自動變成追蹤追蹤我 他會變成追蹤我 那等於說 我有曝光訊息的時候 其實他有可能會看見 但是我就是不要加他為好友 因為我這邊人太多了 我希望將來我這邊 因為他的上限是五千人 我希望剩下來的那些只有學生 我的學生 付費的學生 我才願意把他加為朋友 否則我以後就很難把他拉到我的社團 所以我這邊會預留將近一千個人 像現在四千一百七十二個 我之後得那個 之後我要加的都只有學員 我才會去加他 其他人就不會加 好啊記得 標籤他就是一個行銷的功能 那如果善用他的話 會讓你的曝光度大增 當然如果你去多跟別人合照 譬如說我跟別人合照 我就可以去tag別人 去tag別人 那譬如說這個是 這我朋友 可是這樣 臉書他自己沒有辦法辨認 沒有辦法辨認這張照片的時候 沒關係我們這邊有個編輯 點擊編輯之後呢 誰在你身邊這邊就可以打 你看我打fish 這個fishlin 就點他 他就被我被我標籤了 按完成 這種這種標籤方式也可行 也可行 你說到fish這邊的話 如果他沒有 他沒有去設定那個審核的話呢 他也會出現 或者是他願意審核通過的話呢 那張照片也會出現在他的動態塗在牆上面 這樣也達到了多重曝光的效果 喔